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让这种灵连です 他把领头和把领头的子 拒绝算了 出发生 有点容易 像 reed 人们有点容易 出发生 大费 青寶 让这种灵 人们 都不再寅 是 有点容易 无点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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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21点 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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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练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 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第三个叫做是前出正论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由人舍觉心缺斑解脱过 别也不可舍之为一切之 那么这个颂词说明什么样的内容呢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菩提心千万千万不能舍弃 如果舍弃菩提心 这个人必定会堕入三恶趣当中 所以任何一个修行人来讲 你受持了这个菩提心以后 永远也是不能放弃 一定要坚持菩提心 就这样的教言 这样的时候对方有些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虽然你们说是菩提心不能舍弃 舍弃的话一定会堕入恶趣的 但这个问题也不一定的 因为从佛教的历史上看 有个别的尊者虽然舍弃过菩提心 但是他们并没有堕入恶趣 而且获得解脱 那么这里对方就找到了一些理由 你看有这么多的公案当中 不管是舍弃者也好 其他的尊者 舍弃了菩提心以后还获得了解脱 那么你们前面说是 舍弃菩提心的人必定会堕入 这两个难道不相为吗 这个时候寂天论是站在我们 也就是说大乘菩萨乘的观点来宣说 对他怎么样回答呢 他说这个毕业不可舍 这种业力不可思议 那么唯一的佛陀才能完全了知的 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一般的世间人 甚至阿罗汉和得地的菩萨 对细微甚深的 因果方面的道理不太明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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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关于解释这部道理的时候 众多论识们的说法也有点不相同 然而我们对甚深深的因果道理 我们一般凡夫人最好是没有必要明示苦想 我们这样信心思维实际上也是根本找不到最究竟的答案 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回答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一方面当然刚才有些论师所讲的一样 这些深深的因果方面 包括这么了不起的这些论师 他们也是觉得这是非常深奥的 这个问题很难以回答的话 我们这样的人完全能明白也是很难说的 约成论师在《如中论》当中也是说 业者色为主业果 意思就是说 佛陀也已经遮止了 色为一切业果的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凡夫人 如果你进行色为业因果的话 凡夫的分别念毕竟是有限的 他根本没办法通辞业因果的深奥意义 因此一般来讲 我们对最深深 最细微的 就是牵涉到这些业因果的时候 我们依靠第三个较量 也就是说第三者的较量作为正量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我们分别 凡夫的讯事来进行观察 始终也是没办法了知 它的究竟的甚深意义 因此在《宝积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自己遇到了 无法了知的对境的时候 应该了知 佛的一切种子是唯一的正量 应该了知佛的一切种子 才能了知它的真理 因此我们根据有关大乘经典 大乘论典的教义来进行判断的时候 最后应该知道 所谓的舍菩提心也有解脱的情况 但是这个非常甚深的一种 因果的奥妙 对《入不早心》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再三地强调 强望不能舍弃菩提心 那么我们当然像舍利典 那样的这种把握恐怕是没有的 舍利典正是在佛陀的教下 也是他变成了这样的阿罗汉 那他的这种因缘 他的这种根机 的确也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自己平时应该 发殊胜的愿 我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不舍弃菩提心 如果我没有舍弃菩提心 我有成就的希望 是这种真实性的理讨 那么既然我可以去重新国质 这种大 saf bran的砍弱菩提心 然后这种人也有什么 是可以做出好不是 有种各种短片的轮胜 但是有这种的这种 但是我们现在去做回东西的 终于等于韩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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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